各位这边有没有看到超市范例 快速点了一下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那个 就是 VLOOKER这个函数 好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叫订单 没问题 这是不是有一张资料表叫做退货 请问订单资料表里面有没有退货 订单资料表里面会不会有退货 不会 绝对不会有退货的 举例来说好了 你今天 你今天你那个客户 例如说我去申办 那个中华电信 好不管我用什么方法 然后你去捞资料 你捞出来就是说客户申办的那个记录 这张资料表 请问里面 我可能经过三个月后 我想退掉 对不对 那会不会在你那里面捞出来 不会 这是两张不同的资料表 同意吗 同意哦 可是请问一下 这两张资料表 它一定会有一个相关联的 可以把它串联资料在一起的 这个栏是很重要的一栏 叫做订单ID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两张资料表 一张是新申办的资料表 新机申办资料表 一张是什么 退机 退机的资料表 请问你 你的关联的栏位是什么 你们关联的栏位是什么 我能不能再知道一下 我看中华电信 是不是还是使用那种传统 听到都觉得会很失望难过 很久很久的 你们有没有人在用身份证字号串 如果有 我就觉得中华电信 赶快找专家来去协助吧 真的不能用身份证字号创资料 因为去识别 去识别 听得懂吗 这真的很重要 通常那个个资费带走 几乎都是内部员工 所以不要随便把客户 客户的身份证字号 出生领域日 地址 手机 全部都给很多人看 也不要随便拿身份证字号去串 我可以很多东西来串 周先生你刚刚说什么 订单ID 例如说好了 我什么时候去办 我一定会有一个订单 对不对 对订单编号 然后我可能三月以后我就退掉 请问你 他是不是会先跟我要 他如果跟我要 那个 他要去查询资料 对不对 他其实就是为了要查询订单 就是我当时我什么时候订的 对不对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那我是不会知道我的订单编号 所以他就跟我要证件 他拿我的基本的资料来去找 找出那个订单 可是真正你们在串资料的时候 是不是拿订单编号来去串 这样了解 不是拿 那不然是用什么来串 不用ID 用身份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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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号 哦 手机号码 对 用手机号码 千万不要讲用那个什么 身份证字号 你会不会多订订订 那我说 我说我可以试画 试画 试画 就家里有电话号码 对不对 对不对 就要一个一个小号 你都要生日后 我就整个 下去刷在那里 退不是只会退一种 一口气全退光 有 有 我要整个查 查这个人 欠多少钱 你这个使用的方式就是查这个人欠费 那就是人了 你听得懂吗 我现在意思是说 机器 它定跟退 是在两张不同资料表 对吧 所以你应该要跟我讲的 不是人的ID就对了 应该跟我讲是那个机 你应该会有一个串联的关联 好 有听懂 例如说电话号码 对不对 你问我 我一定知道我的电话码 你问我那个中华电信给我的那个订单ID 我不知道 可是你们会知道 上网去查 对不对 好 所以用两种方式 可以用身份证 可以用那个手机号码 可以用订单ID 好 这我想都没有问题 这可以听得懂 不要随随便命的说 我拿身份证资料去串资料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这就代表说 这个团队太不专业了 这样理解我现在做的意思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我一张资料表是订单 一张资料表是退货 它是不是有一个关联的资料表 关联的栏位 叫做订单ID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拿它来去做垂直查找 因为我的订单里面有没有退货这件事 没有 没有 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来去做到 去比 比什么呢 比这个订单有没有退货 好 所以简单说在退货这边 退货这边 我建议先把这一张资料 这个订单ID先排序 对 这个 这个资料 Vlookup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的资料需要排序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只能找左边 只能找左边 例如说我现在游标在这边 我只能找左边栏位的资料 例如说左边栏位是不是这个订单ID 好 那我们现在首先到退货这边 好请你先到退货 我们先把这个退货的资料先排序一下 排序 怎么排序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排序 好请点它 然后请问由A排到Z还是Z排到A A排到Z 还是随便 周先生 这边是从A排到Z 这个订单ID是从A排到Z 为什么 对 其实这还是回归到我们容易找这件事 我们人容易找 机器也容易找 可以吗 因为你将人家顺序排 C都排在一起 然后U在最后面 电脑也是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找才会快 绝对来说 你一下找 找 找 找资料 一下找A 然后一下找C 一下找B 一下找Z 这个顺序 不固定 它找的速度会变慢 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因为寻找这件事情 我们是光是学寻找 我们就要学 这叫什么资料结构 至少要学一个学期到两个学期 而且还有一半的人学不过 就在学这个最优化的寻找 我们叫Tree 好不管怎么样先把它排序 然后由A排到Z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先还原一下 等一下 这个订单ID会排到最下面去 所以我们先随之卷轴 这边 这个三列我们先选到插入 游标放到这边 排序一下 然后再把这三列删掉 不然他把这边跟着去做排序了 好 请问这个资料是不是就排好序了 排好序 然后麻烦请选到全部的资料 这个 游标放在这边 最快速选取全部的资料 就是Ctrl加A Ctrl加A Ctrl加A 然后请把这个名称定义好 这个 这个是我们查询的范围 查询的范围 我们就取名叫做什么 叫做 退回 退回 Return Return 可以吗 R E T U R N Return 可以吗 然后按Enter Return 为什么是退回 本来我给你 本来我给你 然后现在你又还回来 那不就是我给你 Turn 然后接下来你又回来 所以他就叫Return Return 是再一次 我给你 转给你 你再转给我 那就叫退回 可以吗 英文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 你只要知道R1是又一次再一次的意思 好 Enter 请问我这样子 我是不是就做完了 就是说 这个 查询对象 这叫查询的目标 我是不是有一个资料表 然后接下来在订单这边 订单 好 好 我看一下怎么打会比较 好 就好是用英文来去找 好了 请问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是不是 我EU这一格 是不是要去做退回 退回 好 对 用退货更直接了 退货 好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 在这个订单资料表里面 查询 它是不是退货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查这个 US US 这个订单 它到底在这个退货里面 有没有出现 这笔订单 它在退货里面有没有出现 可以吗 我把这一段讲完我们就下课 大概3.10分 再过5分钟 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好 我现在是不是要做一件事 就是说 我首先 U2这一个 我是不是要去查询 查询什么 查询这个订单ID 是不是不是在退货里面出现 是我就要显示是 不是我就显示空白 可以吗 好了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好 通常 通常在这边 我们 我会希望透过 查询经理来教你 所以这边是会看到一个插入函数 点选插入函数 这边的内容 请输入 我刚做的这个动作 其实是不是在做寻找 我就是要寻找我现在这张资料表的这个ID 这个订单ID 它到底在那个 Return 那个资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吗 对不对 请问这是不是做一个寻找 可是我觉得更适合的应该叫比对 比对 然后 看看有没有 听得懂比对吗 或者是寻找 或者是 我们刚刚那就是一个寻找动作 所以你去输入寻找 好 开始 请问他现在是不是找到这些 找到这些寻数是比较接近的 你看第一个 他说 从单列或单蓝范围 或是正列中找出一个元素值 其目的在于回溯相容性 他说从单列或单蓝范围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单列也没有单蓝 我们就只有单一个储存格 所以不是他 那会不会是他呢 他要计算什么 数目 所以不是他 the average 算平均数 我现在不是要算平均数 h loop curve h loop curve 它是水平查找 所以不是水平 有看出来水平吗 很难看对不对 真的 我不想要花时间在介绍这 我只想花时间介绍 V loop curve 他说 在一个表格的最左栏中 寻找还有特定值的栏位 就是 刚刚我是不是有一个return这个表格 最左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订单ID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他去找 有没有符合特定值的栏位 对吧 这是不是就是我现在应该要用的 好 确定 所以是V loop curve 确定 然后接下来请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look of a value look of a value look of a value 你会说 这是什么碗 挖钩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碗钩 是玩意儿 对吧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它的中文解释在这里 是您打算在表格最左栏中搜寻的 值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搜寻什么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搜寻我的订单ID 就是它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table array table array 是不是刚刚的return 我刚是不是设计了一个资料表 叫repurn 请问 这边这个table array table array 就是要去搜寻的文字 数字 或逻辑值 的表格 所以table array 它就是一个表格 刚刚我是不是设了一个资料表格 return 然后接下来这边 它要放置的是第几栏 请问你要传回来 那个退回里面 是 那个字 对不对 所以它在 它在表格里面 它是不是第二栏 用那个表格是不是只有两栏 所以这边输入二 再接下来 这一格 它就说 它是一个逻辑值 true 是最接近的值 ghost 是完全符合的值 请问你要找最接近的值 还是要找一模一样的值 一模一样 所以就输入 f-alse f-alse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用这种方式 好 游标 游标 请放在 这一格的右下角 快速点两下 请问是不是就找出来 这个是 退货资料表里面没有的 这个才是有退货的 请问这样就找出来了 知道吗 这以上就是Vlookup的使用方式 可以吗 Vlookup真的很重要 可是它在大数据分析里面 已经被拿掉了 不需要这个功能了 我只能这样刻意的告诉你 好 但是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找出来 说这个值 它是 或不是 退回 这边的是 就是退回 因为 刚刚这边 退货是不是有看到 退回 的地方 放置的是 是 所以这边订单 呈现的结果 当然就是是 那些 仅 斜线A 那就是Name A rule 的意思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 3点22分前进教室 再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走到分析分析这件事情 然后它真的提供了一些很棒的新功能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来去看那个趋势线分析 趋势线分析 好 首先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子类别 很多的子类别 然后子类别的销售以及利润之间是存在什么关系 然后我们来去把它等周画出来 好 不过这一套软体eSale它有一个缺别 它不太方便做散布图 我们来去试着做做看 首先第一件事情来跟着我做哦 我想要去做子类别产品散布图 就是销售利润散布图分析 所以呢 所以在这边请选插入书纽分析表 再来去观看一下 所以我刚刚第一件事情呢 游标落在这里面任何一个 然后点选插入书纽分析表 书纽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仔细看一下 它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我要分析的地方是A1到U101 就是这次我要分析的范围 A1到U101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算出来 那个指产品类别 指产品类别 所以先勾指产品类别 指类别 然后我要分析什么呢 我要分析销售额跟利润 所以当我现在我选了一个指类别 它就会自动放到列这边 可是我要分析的是销售额跟利润 所以我先勾销售额 再勾利润 所以我这边 我是不是就做了一个 叫做各个指类别 它的销售跟利润 的一个统计表 好 这统计表应该没问题 先把它稍微改成三位一撇 然后减少小数位数 好 那通常 通常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通常我们这个 书牛分析表 会画出来图给别人观看 对不对 好 所以怎么样给别人观看 怎么画出来这张图呢 在这里 请问这张图做 这张表 这张枢纽分析表做出来了吗 那我们应该要画出一张枢纽分析表 那在这边枢纽分析表 我们可以点选什么 点选枢纽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这边是不是有枢纽分析图 它会预设这样子的图给我们看 然后确定 蓝色是什么 蓝色是销售额 红色是利润 好 现在你大概可以看到销售额跟利润 各位销售额一定高于利润 对吧 不太可能会有利润大于销售额 哇 那就发了 通常那个中奖 中奖才会有这种情形 中奖 例如说我的职业就是去买股票 买股票 买股票 然后买股票 买股票 一买 去修改 修改它的一个 变更数列图表类型 就是你随便选到其中一个 变更数列图表类型 它这边新功能提供了一个叫做 叫做 这是群组直条图 那另外一个我们把它改成复坐标轴 然后复坐标轴这边要打勾 利润用复坐标轴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数值是很高的 一个数值是很低的 所以两边我们用双轴分别呈现 会比较适合 还有这张图就不太适合用直条图来呈现 这张图就比较适合用折线图来呈现了 好 确定 那请问你 现在变成这样子 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 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个产品用具 它有比较高的利润表现 然后销售额没有很高 但是它利润还不错 这个也是就是利润 这几个利润都不错 可是公司里面有问题的是不是桌子 桌子有看到利润是很低的 可以吗 还有电话 电话 电话 稍微差了一点 然后影印机 稍微差了一点 还有器具 器具 就是尤其是桌子跟器具 这两个东西要特别注意 这两个东西要特别注意 它的利润是大幅下降 可以看得懂这张图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吗 对可以这样说 甚至越来越少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分析 是不是可以去告诉老板说 我们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去做一些政策的调整 例如说 假设我们现在是2016年吧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你就应该要建议老板说桌子跟器具 这两个东西的生产数量应该要调整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出来问题点 桌子是在什么时候 谁负责的客户有谁跑掉 还有就是那个是不是销售的数量下降 还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问题点找出来 好 这样了解 好 请问这样子一个分析应该不是很大问题吧 好 那这个应该叫做什么 指产品 指产品 类别 指产品的销售 销售利润分析 好 好 记住哦 刚刚我们是不是看到桌子跟什么器具 你们稍微记一下桌子跟器具 好 它的利润是下降的 请问通常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要再继续追问 那桌子桌子 桌子 它的利润 它的利润 表现是怎么样 有听懂哦 应该要继续再去追问 继续它的利润表现是怎么样 好 那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件事了 我们通常分析资料 会不会拿一个时间别来去做数据的比较分析 会吧 请问一下 我今年 我今年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就已经有人在告诉电信三首 明年499 就是去年的499之乱 会不会在明年继续上演 因为那好像有200万 200万 我昨天看新闻就看到 怎么大家现在一直都在讲499 之乱 之乱 对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通常 通常我们会去做一些时间 时间 连续性的一个分析 因为我才能讲到那个趋势线 好 请问一下 订单 订单 然后 利润 利润 订单日期跟利润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各年 各年的利润表现 请问你觉得老板关心 这边有几个数字 老板关心销售额 老板关心数量吗 老板关心折扣吗 老板关心利润吗 我觉得这四个来说老板最关心一定是利润 我到底赚多少钱 对不对 我会希望说我们每一年都要比去年赚更多的钱 好 这我想你也是老板关心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哦 就来算一算 各年的 利润 分析 好 怎么做 插入 数纽分析表 确定 既然是各年嘛 各年 赶快做 点回去那个订单了 然后赶快做插入 数纽分析表 点回去订单资料表 然后赶快做插入数纽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勾什么 订单 然后还有利润 请问一下哦 你这样看资料表没有什么感觉 对不对 建议真的把这个数字 数字改成常用底下的什么 千分位幅 减少小数位数 好 这样感觉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可是最好的是化成统计图 化成统计图 请问这边是不是可以点 数纽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然后点什么 然后点数纽分析图 确定 请问这张图 这张图应该很简单做出来 对不对 对哦 好 那请问一下 你看到什么 周先生 你看到什么 如果这张图你要报告给我 我是老板 你要怎么报告 可是你忘记一个基地层的报告了 就是至少每一年我们都有 多少 就是你要先在这样子的基础来去报告事情 对 对 然后 你再讲你刚刚的着眠成长 对不对 应该要这样子来去 就是 就是 我们 我们如果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你可能就只把那个课设讲出来 但是 报告是有一个顺序性 还有 你要把资讯讲出来 什么叫资讯 刚刚他讲的就是资讯 请问一下需要报数字吗 你觉得就算你报给老板听数字 他记得住吗 听得懂 现在说一下 不用刻意的去报出那个数字 可是 如果你需要数字 我也可以给你数字 滑鼠右键 新增 资料标签 新增 资料标签 对 就是数字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好 那 接下来 接下来 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有数字 念简报的人 他一定就会念 2013年 三十七万五千 2014年 四十七万三千 那不就变成很不好的一个 报简报的一个方式吗 好 接下来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画一条趋势线 滑鼠右键 在随便任何一个并上面做 滑鼠右键 在任何一个并上面做 加上趋势线 然后 请把 请把 这个图表上显示 公式 图表上显示 R平方 就是这两个要打勾 周先生请你准备 请你准备 我们要这样念 刚刚他是不是讲 逐渐上升 对不对 逐年成长 对吧 可是 如果是一个 就是受过专业训练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会讲那个新闻稿的人 他会这样子讲 他说 经由 趋势线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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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各年 逐年 利润 是上升的 而且 统计的 公式 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R平方 是非常可信的 几乎要接近1 有听懂 就是 告诉别人说 我今天是经由 统计分析 我分析出来 结果还蛮服从 蛮服从 这样子 我不能拒绝 好 虚无假设 这样了解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样 会更强的 有力的 去告诉别人 这件事 哪一件事 就是趋势成长 逐年成长 这件事 可以吗 好了 那可是我要告诉你 检定 检定真的有意义 例如说 2013年跟2014年 你想要知道 他到底服不服从 连续性的检定 2014年跟2015年 到底服不服从 连续性检定 好 连续性检定用什么 不知道 对不对 好 用 t-paste 那如果是类别 类别 我们就用卡帮 好 请你先寄到这边 就好了 好 那请问一下 通常 四期 现在只有四个年 嘛 我们来去做这样子 一个统计分析 你觉得这样子 分析好不好 因为你只有四期 所以假设今天2017年 2017年 是不是第五期 所以你就 你就怎么带这个公式呢 2017年 预测 预测他是不是大概在这个点 对不对 那这个点怎么算 你就带公式 公式都在这边 所以就是107859乘以几 乘以这个X要带多少 好 显然你们都不做趋势预测 就是你都不会去告诉老板说 2017年的利润可能是多少 就是你只画完这张图 那这公式这个X就要乘以5 乘以5会不会 手机要不要拿出来算一下 我算在这边 我算在这边 你看 加107859乘以几 这是1234 我现在是不是要预测第五期 所以就乘以5 加上269492 Enter 所以算出来是不是80万 这就是2017年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差不多80万 因为这条线慢慢斜过来 斜到2017年是不是在这里 有听懂吗 你不能只画了趋势线 就老板 随便 随便你要去怎么办法 不是 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了 趋势线可以帮助我们去做预测 趋势线可以帮助我们去做预测 好 趋势线还可以告诉我们说 哪一年表现的比较好 或哪一年表现的比较不好 请问 2014年 是不是在这趋势线的下面 这代表什么意思 利润有点低 对吧 减一点 好 那其他的 还有2016年 是不是表现也很不好 也有点不好 对 不比较 可以吗 那你是不是要去说明 2014年 什么东西表现不好 尤其就要去看是不是桌子 2014 2016 是不是要去看这件事 你不能不看这件事啊 因为老板关心利润嘛 你就是不告诉他 好 或者是你告诉老板说 你猜 你不想活了 这样有听懂 好 那我还是要告诉你们 四期是不准的 通常我们会做什么 会做到三十期 三十期会比较准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怎么样把它变成 例如说 我们年 接下来是不是看季 各位会看吗 2013年的第一季在这边 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2014年 2013年第四季 好 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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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准一点 我本来四期的一个趋势线跟16期的趋势线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准 16期对不对 好 但很不幸的是 很不幸的是 R平方下降 为什么R平方下降 也就是说 这个Y 这个Y 你现在只能算2017年的第一季 请问这个X是多少 2017年第一季 所以这个X是多少 周先生 多少 17 对不对 这就是7775.9乘以17 加上68690 算出来就是2017年第一季的金额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R平方下降 R平方下降是代表什么意思 你看这边 应该在这个地方 结果差距是不是很大 这个就是LSS跟RSS 他就在算这些东西 就是说 误差有多少 误差有多少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线 当你今天放更细的资料来去看 你会发现这个R平方下降 好 也就是说 不准 不准这件事情 可以了解吗 但是你确实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2014年第一季 有问题 2015年第一季 有问题 是不是太低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就是 就是 你是不是要去查 到底为什么第一季 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在座应该有主管吧 还是随便吧 反正就是做出来报表就算了 应该要继续追问这些事情 可以理解 这些事情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好 当然 当然如果说你是想 讲 讲诚分明的主管 你当然也会想要知道 这边 尤其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高很多 到底是什么东西高很多 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应该会想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真的 真的资料分析是很重要 那我可不可以再细一点 再细一点到月 2013年1月 2013年的2月 2013年3月 一次类推 好 你有没有发现 R平方又再再一次的像这样 而且你现在只能算到什么 只能算到什么 月分别 也就是2017年的1月 那2017年1月 我们现在去算一下 那2017年1月是8000加886乘域 乘域几期 月的话4年是不是48期 那我现在要预测第49期 所以乘以49 加上23209 所以2017年1月 预估的值是66623 有没有问题 好 这就是预测 趋势线预测 准不准 不准 但是他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落差太大了 就是你不能用一条斜线 就是说他是高跟弱 就是黄金法轴 这就是我们标准啊 不是 不是 可是我们可以当作是一个穿好 预测 预测 好 那再请教一下 你是不是希望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来去看他的那个趋势预测 这个要更精准一点 因为我要讲到这边 我才能继续跟你讲 他有新增一个趋势预测功能 好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要来去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趋势预测 好 那 接下来我重做这件事 我重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要去做趋势预测 所以点回去订单 可以吗 我们刚刚趋势线 这叫趋势线 预测 甚至趋势线的 我想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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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把它关掉 好 我只是想 告诉你们说 其实这条趋势线 它存在很高的这个 就是 不正确性 不正确性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 重新做 做 比较精准的预测 因为刚刚这边的预测 有 66,623 66,623 有看到吗 66,663 大概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地方 可是你应该知道 每一年的1月 其实它是下降的 它大概应该指到这个地方 它其实中间应该有一段落差 所以 这就存在那个不正确性 好 那我们现在重新来去做 因为资料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什么 预测工作表 这个预测工作表就很棒哦 好 首先 第一件事情 我们点选 插入书纽分析表 插入书纽分析表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 我们现在一样的动作来去看 订单日期 就是连续的资料 里面的什么 里面 它的利润 好,请勾 请勾选什么 订单日期跟什么 利润 然后 接下来 麻烦请点到这边 麻烦请点到这边 点到 2013 或2014 或20 随便 反正就是一格 不要再列标签 就随便一格 我现在要把它的群组 直接看 年 月 所以 分析底下一个群组 群组 我们把它 记关掉 我只要年跟月 确定 好 然后麻烦请选 这个内容 复制 选择性贴上 只要选值 确定 接下来 这边 因为它一定要连续性 才可以做预测 所以复制它 选择性贴上 值 确定 就是我们把 2013 2014 2015 2016 选到这些内容 复制 选择性贴上 值 只贴值 好 我给你们 一点点时间来去整理一下 反正 反正就是 我要先有一个 年 月 这边是什么 理论 而且它要连续的 做完了吗 1月到12月 做完了吗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一格 我是不是要呈现是2013年1月 这一格 这一格应该是呈现2013年2月 好 所以将游标落在这一格 请输入 2013 斜线1 这就是2013年1月的标准输入吧 Enter 然后接下来 快速点两下 往下复制 可以吗 这边 游标落在这边 快速点两下 它是不是就产生2013年2月 3月4月到12月 2014年1月2月 好 有了这个资料 我就可以去做 很棒的一个 连续性预测 而且这个预测会比刚刚的 虚视线预测好很多 请问这个资料做好了吗 还没做好举一下手 好赶快动手做一下 后面的趋势预测是很简单的事 接下来我们要做预测 预测只有简单几个步骤 来 八速游标 任何一格点一下 任何一格就好了 你不要选到两格 一格就好了 然后资料 然后资料 来 随便选一格 选好了吗 然后接下来点 资料 资料功能标签 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预测 点资料 资料 资料底下的预测工作标 可以吗 你接下来只要点建立 就做完了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我的最后一期 这是不是我的最后一期 2016年的最后一期 在这边 2016年的最后一期 是不是在这地方 接下来 接下来 是不是1月 1月在这里 有看到吗 1月在这里 2月在这里 3月在这里 4月在这里 请问它是不是一条这样子的趋势线 但是它这边预测出来的值 它不是一条斜线 它是会向下起伏的趋势线 有看到吗 好 那到底这个方式准不准 这应该是你现在关切的 对不对 那我来去告诉各位 什么叫准 请问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蓝色的字 蓝色是真实的 真实的数据画出来的折线图 红色是什么 预测的值 好 我们先把这个工作表5 先删除掉 好不好 先删除掉 删掉 好了 现在游标 现在游标 是不是回到这个工作表 是任何一格 这个有资料的任何一格 点一下 随便一格 好 我们再重新做预测 怎么做预测 资料底下是不是有一个预测工作表 点它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请仔细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预测的结束点 预测的结束点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预测到 因为本来我们是不是等于说有2013年1月到2016年的12月 这样有48期 所以它就预测这边预测12期 有没有问题 好 请问你觉得它预测3期比较准还是预测12期比较准 3期预测时间越短我觉得越准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是结束 预测结束 这个应该你们可以理解它的意思 好 那预测的开始有看到吗 预测的开始 这个是我从2017年的1月开始预测才对 好 那 这边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我们来观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把那个预测开始 我把它改成2016年1月1号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忽略最后面的12个月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就是要给你们看那个蓝色是真实的数据 跟红色重叠在一起 你就可以做比较了 所以我现在把那个预测开始的日期 点一下改成2016年的1月1号 有看到预测的开始是2016年1月1号 就是我忽略前面12期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那个这个红色线跟蓝色线 它上下变化 我是不是方便我来做比较 我只是告诉你们 为了告诉你们 它准还是不准 好请问这边 我这边把它改成预测开始是2016年的1月1号 没问题 那预测的结束点 结束点 请把它改成 例如说2016年的12月31号 是不是就直接把2018改成2016 可以吗 可不可以点它 然后把它改成2016年12月1号 请等一下仔细看这一边 好请问一下 这一家公司的利润 就是好像它是一个周期性的 周期性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例如说它到了固定的第一季 就是1月的时候 它就会怎么下降下来 然后到了4月5月它又上升上升上升 到这边它又跌下来 好 变成一个周期 所以一个周期是这样 一个周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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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动 这个季节它侦测不出来 那我就手动给它侦测12期 因为等一下我再讲这个季节性好了 我一看我就知道说这就是一个周期 周期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举例来说好了 今年什么时候可以卖兵 夏天的时候 比如说5月份 我就可以开始准备卖兵了 对不对 好明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卖兵 是不是也是5月份 就是有一个季节性在 这样了解 那这家公司就是每一年的第一季 它就是会比较差 然后二三次季比较好 到了隔一年又是这样 第一季差 二三次季好 这不就是12个月为一个周期吗 好 等一下我再用图形上解释这一段 好请问一下 您觉得它的预测准不准 这是不是2017和2016年的1月 准吗 准不准 周先生准不准 以后叫周老板准不准 准吧 都已经黏在一起了 可是如果你用趋势线 它就不可能这么准了 对不对 好 第二期就是2016年2月 真实的数据 是不是蓝色的那一个点 准不准 是不是还是很准 对吧 对吧 三月准不准 四月 有一点失准 对不对 可是你要是去画出这个趋势线 请问你趋势线比较准还是这个平均移动 移动平均线的趋势分析哪一个会比较准 应该是这个趋势分析会比较准 可以吗 你看是不是真的就跟 就差不多跟真实的资料一起走 一起上升 一起下降 一起 这边 这边不准了 可是毕竟这是预测 这是猜 从前面几期 然后我们来去猜出来的结果 所以 所以 如果说他真的百分之百准 你还需要坐在下面吗 你就直接去预测什么 今天晚上精彩539 不是吗 你也不用在中华电信工作了 但是你要很清楚知道说 现在这种方式 因为你是预测 然后他已经很接近 比那个趋势线来得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个方式应该是好的 好 所以建议各位应该是用趋势预测 取代趋势线预测 因为趋势线他用的就是一条斜线 你们应该知道有那个逻辑思回归 线性回归 刚刚给你们看到就是线性回归 逻辑思回归 他是把那个线性取log log还记得吗 log2等于多少 0.301 好像是吧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你要理解 你要理解 现在他多了这项功能 你觉得他好不好 我觉得他很好 但是会分析的 你就会觉得 哇这个功能太棒了 他是不是可以帮助你们去做预测 而且预测 我觉得预测还蛮准的 有没有问题想要提问 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是不是就点去建立 点建立之后 请问一下这边 这边是不是2013年1月到12月 2014年2015年1月到12月 然后接下来这边 刚刚是不是看到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真实的 这边是真实的值 这是预测的值 你看这两者数据 33526 33526 然后接下来 35249 35249 35249 好 可是如果画图 他描述的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 有没有看到 34338 然后蓝色呢 50807 他就是在讲说 因为这太接近了 接近到实在是不好点 就是这两个点 就是这两个点 这太接近了 在这张图上 这两个点 二月是不是很接近 好这是三月 二月在这边 33526 然后另外一个点是 太接近了 反正就是 33526在这边 两个都是 33526 好 那我要告诉各位 这边还有一个值 95信赖区间 95信赖区间 是什么意思 只要你落在这95信赖区间 它都算是 服从 服从 这个虚无假设 我再花三分钟的时间 来做今天课程的一个ending了 各位 我们从 一刚开始的时候 跟各位又再介绍 Word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些 工作 使用的技术 你们要掌握 决定来说 我跟各位分享取代 如何一口气 就直接伸掉所有的图片 删掉所有的那个多余的段落符号 或者是说用取代的方式 用提取字圆取代 再来 再来我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那个表格里面 那个蓝 你要把整蓝 来去换位置 还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假设我要整节要去做班移 或者整个章来去做先后顺序的调整 是不是都还蛮方便的 然后再过来就跟各位分享一些 easeal特殊的一个操作 像easeal里面 我们有可能会需要用到 像Vlookup 这函式 所以有花点时间跟你们分享 那Vlookup完毕之后 我们跟各位分享这个趋势线 一定要了解这个趋势线 这是所有企业80% 因为他们只会用只会画出趋势线 但是用趋势线来去看说 这个像这边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 应该平均的表现应该到这边 可是你看是不是只到这个地方 所以是不是这就是问题 应该是要去追问题 然后接下来 再继续跟你们分享这个趋势预测 这个预测会比刚刚趋势线预测来的准 你觉得你的老板 是不希望你提供这个趋势预测 让他可以知道说 我到底2017年 我1月份 我应该要准备多少的生产数量 等着各位来去提供出来 提供出来 他就可以去想说 我是不是什么生产线 数量上要调整 或者是刚刚我们有看到 那个紫产品里面有一个桌子 桌子是不是发现 他有整个利润下降 那我们是不是要知道细节 细节其实你都可以透过 现在刚刚这种分析的方式 再去做细货分析 好那我想今天课程 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明天早上9点10分 也是10分 9点10分 我们开始进行第二天的课程 今天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